你好 我是MIRROR 現在我快來到弘大了 我戴帽又戴眼鏡 然後穿上身黑咪咪的情況 就是代表我不太想被人看到我的樣子 那為什麼我今天不太想被人看到我的樣子呢 因為我現在有一個素顏的狀態 但是素顏來到弘大 我要對完一個承諾 東西可以亂吃 但是說話不可以亂說 就讓大家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正主丹在韓國開了 其實它算是我最喜歡的 其中一個他曾真是新來的朋友 你好 你好 這個可能是 有一個韓國的糖度50 很喜歡的 是正主丹在 謝謝 謝謝 拜拜 BYE BYE 是一樣好吃的 我想說 珍珠丹是我第一次喝的黑糖珍珠鮮奶 然後我是覺得極度好喝 我在台灣喝完那次之後 然後珍珠丹就在台灣消失了 然後就在香港開分店 最近一直在開分店 所以她現在在韓國開分店 我覺得很開心 哈哈哈哈 打招呼呢 嗨 我也不知為何會答應你的妝片 對 沒錯 為什麼要掃銀呢 就是因為她說她要幫我化妝 事不宜遲就開始了 真的 我也很緊張 別說你 這個你塗吧 好 這個是什麼? 保濕 不錯啊 還要幫我保濕 當然啦 專業的 我還沒幫人化過妝的 其實 但其實我看到你的顏色 我覺得是OK的 這些應該是你的顏色 對 這些是我的顏色 因為我平時只用這兩格 那這些是我OK的 因為我是接受到一些很誇張的妝 非常好 我非常害怕 因為其實我們的膚色差幾度 所以我自己戴了我自己的 沒錯 也不錯啊 你有這個經驗之後 之後就可以幫我化 這個啊 這個很好用的 它看起來像精華的Friend 你有沒有被人化化妝呢 在你的Youtube 其實是少的 然後多數都是 專業化妝師 OK 那你就當我是一個專業的化妝師 好過一些完全不化妝的男生 我覺得你應該試試 對 完全不知道粉是粉底 不知道眼影是眼影 很害怕 我現在很放心 因為只有我自己的東西 暫時也是 而且它超好 它是不用用遮瑕膏的 就是它的遮瑕膏 好像很專業啊 你是什麼專業的化妝師 應該怎樣 應該 哇 尾到這麼大力 平時這樣托著你的臉 但是你會向後走 然後就這樣 我覺得你是遇到一些 虐待你的化妝師 韓國那些我真的 很輕輕啊 小小小小小小的 我經常覺得 你這麼厲害 上妝什麼 我經常有一個好奇 讓大家看看我半面 我已經成功了 我覺得還可以 但現在什麼都看不到 因為我遮住了一個妝 粉底有什麼難 你又用這個東西 很難說的 要用均勻 你下次找這個 不會發生什麼 你就知道了 我相信會是漂亮的 稍後出來的效果 OK 我下一個就是用shading 你是不是以我的SYLE 以你的SYLE 我平時是這樣 我沒有這樣 打很多 你打很多 看看 好 請搖一搖 我剛才會印在這個位置 狂鬆 但我經常覺得 這麼淺色 就算你掃很多 都不會很厲害 很明顯的 現在 觀眾就看到了 兩邊臉立即 變了一個SYLE 感覺上我平時沒有你下得那麼多 真的 我一定會補回人中 我人中會試過 因為我有時 沒了一個人中好像差別人 鼻子你打不打 打的 我現在也是完全放鬆 我現在放鬆了 有點想睡覺 你不覺得被人化妝是很舒服的 好像被人弄髮 所以你都覺得很想睡 我先畫眉 先畫黑light 你喜歡吧 我先畫黑light 明天你吩咐 好害怕 這個黑light我最近很喜歡 它帶有一點橙橙的 珠光 好 燒 先畫眉 會不會太深色 還有這個 不行 因為我現在淺色了超多 我要奉獻你這個 我先畫眉色 看你會不會幫我畫韓色的眉 嘩嘩嘩 好大力 好害怕 你有沒有什麼事 很淺色的 很開心 我自己畫眉色 我是很少用力 這個是怎樣用的 這個 你可以先按這樣 然後再按 好 我覺得一定要 笑容做什麼 出街 少少拍到 不太說 我可以開一個新的 Series 是專門化妝 你是第一天的嘉賓 眼影 眼影 認真覺得眼影 是 畫得不好 就是指名相 我儘量選一些 配回來今天 我覺得 我什麼都看不到的 很漂亮 整體的眼影 是我喜歡的眼色 但是上了眼就真的不知道 但是上了眼就真的不知道 我要幫你用心肌性 看上去 嗯 不疼啊 笑容 你知道嗎 別人的髮型是要這樣的 叫你看上去的時候 不是用口說的 就是這樣 再說 對 對 就是這樣 我絕對不可以被人畫耐眼線 因為我眼裡面超級敏感 我會馬上流眼淚 你要怎樣 表 待會就會很感謝我 完了 我也可以 我要臥蠶 不要忘了臥蠶 還要自己的要求 臥蠶在花邊裡 眼頭或者中間 或者三分二都可以 好 好滑 有嗎有嗎有 有 好 滿意了 我看到你用了這個真的滿意了 行了 我覺得應該OK 成功 成功 你怎麼用的 看來吧 不如你畫吧 成功 你現在有沒有畫出界了 有嗎 我應該是不看鏡也可以塗到 怎樣怎樣 一看到MIRROR已經畫了 怎樣怎樣 現在我沒有記了 你有沒有出界 我覺得 有 我會幫你補 我好辛苦 我好害怕 沒有啦我們應該都畫完 胭脂有沒有 胭脂有這個 胭脂有這個 適不適合我 我叫紅色嘴 大概是橙色 那你加點紅色 我教你 哈哈哈哈 我覺得男人都可以用胭脂 我用那個 當胭脂的兩個highlight 所以其實男生和女的化妝 都是有一點分別的 那個step 我以前是不用胭脂 但後來的胭脂很重要 最後一個最重要的step 定妝 這個是我最喜歡用的 我給你看 好濕 我自己不太喜歡噴很多定妝 我覺得頭髮會濕透 你不覺得頭髮會濕透 沒有 我覺得完美 有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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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還沒乾完 還有 有力作 你有沒有準備好 1 2 3 欸 OK 但他眉毛有點糙 但很明顯是跟我以往 平時的妝是有不同的 我覺得是眼影畫的方法 導致整個妝是不同的 而且是眉毛 眉毛應該是太深色 你的shading的確是 重很多 對 你打的時候我又不覺得是這麼誇張 因為跟我平時畫的感覺差不多 因為應該數很好 這個數 我發現數是有影響 用小色就已經打了很多shading 你有沒有試試勾味 為什麼呢 我覺得 有一點像阿妹 你 笑可不足夠 笑可不足夠 我看你會好笑吧 我不知道 大家去留言 看看他漂亮不漂亮 如果他適合這個妝 大家就給他一個like 給他一個心心 他之後就會不斷發營 一個系列的妝 我覺得很好 還有一條眉 可能是條眉的關係 遮住條眉 遮住條眉 好啦OK啦 OK啦 是條眉而已 YA大哥的妝 鬱 Viuukan 日本菜是不知為何 之前都會長期排隊的 幸好我現在戴著King 幫我化的這個火星妝 什麼火星妝 什麼火星妝 是多美 決定應該一會兒吃日本菜 因為我們兩個都不是太舒服 沒錯 延南洞有很多日本食物 所以我喜歡吃日本的朋友可以多多來這邊 話說上次是廣東帶我來吃的 覺得超好吃 剛才本來也沒有吃日本食物 但因為沒有心想吃日本食物 所以我們就來這裡了 我跟你說它真的超好吃 超好吃 我上次都點這個 超好吃 然後對面的是 三文 為了 原來是 都無事 似乎 真的 還沒有 那就 這個